眼前这个大箱子便是沃尔多为这辆兰博基尼订购的车身面板 还别说,沃尔多挺有品位的 装上去就跟一辆赛车似的 这也太帅了,特别是一子版的这个通风口 还有这引擎盖 欣赏完事 紧接着,沃尔多在中控台安装了一个手动挡把 总感觉怪怪的将挡把与变速箱进行连接 随后,沃尔多挂了几个挡,测试了一下 目前一切正常 下面沃尔多准备为这辆兰博基尼安装两个大的涡轮 把圆排气管拆卸出来 更换这个两个定制的上去 这涡轮装的,也是没谁了 都超出车身一大截 看来,沃尔多应该是不准备安装引擎盖了 不过属实挺拉风的 体验完事 随后,沃尔多将车头之前还没焊接的支架 都焊接了上去 操作过程,顺带手对车身面板进行了匹配 还有里面的线数都重新排了一遍 两个大灯安装上去后,也能正常工作 接下来就该把车头这一套的散热系统安装进去了 先给它们放置在相应的位置 因为定的这个散热片跟自己的框架对应不上 所以沃尔多将多余的地方剔除了 大的散热片以倾斜角度安装在中间位置 另外两个则装在车轮前面 车头处理到这,基本算是完工了 下面咱们来解决下发动机舱的一些问题 将还未安装的支架都焊接上去 沃尔多为这辆兰博基尼设计了一个碳纤维的宽体套件 左放右放这个引擎盖的装饰件 总感觉差点意思 先不管它 继续把刚刚还没装的支架都给它们整上去 基本就是切割出相应的大小 然后找到安装的位置 进行焊接固定就OK了 看样子发动机舱也处理的差不多了 这两个大涡轮真是越看越带劲 给侧群跟保险杠取下来 将这个排气管重新设计一下 让它们形成一个V字角 不知道为啥 设计好后 沃尔多突然觉得 这个V字角不好看 随即将它们都拆了 又重新设计了一个 就是现在这样子 给两个排气管整翘了起来 左瞧瞧又看看 还是感觉差点意思 随后又给它们处理了一下 这次是往上面加长了一段 估计是这样 看着更有感觉 散热片正常都是安装在车轮前后面的 沃尔多这居然给设计在车轮上面了 有种要起飞的节奏 有种要起飞的节奏 不着用热片正常都是每个排气管